然后今天是一个开箱 刚刚快递到的 参加了那个数字尾巴的 尼探123Dillus真无线耳机的一个 数码产品的重测 然后现在开箱了 我好久没收到这么方正的一个 快递箱 那是大大 所以我浪费 底下 开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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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保墙是这样子的 还挺好 相对比较环保 看怎么开 这样子开的 对这样开的 OK 好小啊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啊没了 说明书是应该没什么用吧 这因为还这样 Type-C的线很短 他说一般都不用 这些小配件的一般都都不会用它 放着 说明书放着 然后把它打开 很简单了 好小巧啊 这样子 等一下我去拿我的那个华为 Feedback Pro对比一下 这是我的Feedback 看一下小一些 重量来说这个重很多 这个很小巧 这个 这是半入耳式的 一个耳机 非常巧巧 然后这么连接手机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也插进去 好 忙操作一次 看一下 成不成功 18 是要长安的 OK 是这个 对 配对 出现了 高音质的一个模式 OK 已经配对成功了 还挺快的 按照我优定体验完之后的话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可能 会把这个 重车的这个产品 通过B站的方式 送出去 然后欢迎大家 关注一下 行 今天就到这吧